不過這黑白鴨啦,我們用彩色鴨好了 那彩色鴨好了一樣,我把題目檔這邊有總共三個檔案 把它拖拉到這邊來放開 那做出來就長得像這樣子,有點像黃色的小鴨 那完成檔是TIFF這一個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鴨子到底有什麼改變呢? 不然我們也可以來自己,你們自己在網路上找好看一點的鴨子好了 你搜尋那個黃色小鴨,我想應該會找到很多 不過這一題的話,它有幾個地方變化,請注意看 請各位找,好像有那種來找茶的那個遊戲 有沒有發現,有沒有發現,第一個,第二個 這個,有沒有,它有兩個地方改變,題目就是要我們做什麼 第一個,請你把它的眼睛變小 第二個的話,把它的尾巴,這個有沒有 把它用毛啊,把它往上翹 那當然你這地方,你其實就是想辦法 你想說,那剛剛是不是有這個嗎? 可不可以用指尖工具呢? 其實或許也可以喔,但是這一題,除了指尖工具之外還有別的 那有什麼方式來做更簡單,題目裡面也有一些提示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第一個開取這個題目 然後呢,它這邊有第二個就是說,使用液化 所以在濾鏡裡面,它特別注意,就濾鏡裡面有沒有 有一個叫液化的功能,它可以把你的眼睛跟尾巴做出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那這個液化在哪裡呢? 其實就在濾鏡裡面,有沒有找到一個叫液化的? 有沒有,這個好像前面不知道有沒有跟各位講過類似的 其實很簡單,第一個,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指尖工具 這邊有一個指尖工具 所以其實這個工具跟剛剛那個工具很類似 那我們假設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那個眼睛變小的話,這邊有一個縮容 底下還有一個叫膨脹,它有一個相對的 那我先示範那個膨脹的效果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眼睛要放大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把它射中間 有沒有,眼睛有沒有放大? 我覺得這樣比較可愛吧 不過它題目不是要這樣嗎? 那怎麼辦呢?沒有關係 你可以把它全部復原 其實你如果找,你們只要是自己的相片放進來 眼睛要放大,馬上可以放大 OK,如果你眼睛要縮小怎麼辦? 有的有的同學可能閒自己眼睛太大 要縮小的話很簡單,一樣的道理 那筆刷大小是個關鍵 還有筆刷密度 一般是修改筆刷大小 你也不要說弄得太大 我建議大概五十六十左右 放到中間怎麼樣? 記得要找到這個眼睛的正中心 你不要偏的 因為偏的話,它會變成縮歪掉了 所以特別注意,請你找到正中間 正中心點 接近的地方 快速點兩下 快速一直點 有沒有,它會一直縮 縮的話呢,還可以再調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再往裡面縮 再縮再縮 夠不夠 好了 還蠻完美的 看起來 效果還蠻OK的 所以以後的話,你如果閒自己眼睛太大 不過應該會 應該會 你就看哪些地方 馬上可以有個效果出來 這個叫縮容工具 另外的話還有膨脹工具 眼睛還要放大在膨脹 所以兩者是對應的 利用這兩個工具就可以做出很多的效果 OK 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 可以把它的這個尾巴往上翹 那我大概算過 它的那個題目大概有翹的尾巴數量大概12個左右 那也就是說你要往 可是往上翹你不能亂翹喔 記得先看一下它大概要怎麼往上翹 然後利用什麼這隻手 向上彎曲工具 然後呢 特別是一樣 筆刷也不要太大 大概多大呢 30左右吧 試一下 那就這樣子按一下 也不要太大有沒有 翹一個 一個 但是 30有時候太大 大概20 25左右吧 你大概試一下 兩個 三個 四個 反正就大概12個左右 四個五個 六 好像快換不下了 七個 還有沒有 八個 所以這個數字可能自己再調一下 你如果射太大 它那個就不能做太多個 射太小 也會變成沒有辦法往上翹太多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你要自己再去揣摩一下 如果做錯怎麼樣 全部再復原 然後再做一下 最後做出來 反正就要自然一點了 像這個就有點不再自然了 就混在一起了 OK 好 按確定 好 請你比對一下 跟最後的結果 差不多 就好了 不過你會發現它這個也是 翹得亂七八糟的 我還算過 大概12個左右 你大概 以這個當成是一個基準 做出來跟它相似就可以了 OK 好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 好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功能就是在那個 濾鏡裡面的液化 其實還蠻好早的 然後 異化 好 谢谢大家